很多朋友都喜欢小米手机 但国行版手机内置了很多无用的App 还有那些琳琅满目的广告推送 怎样才能删除那些App和广告 方法多种多样 但最立竿见影的方法 还得是刷机Global Run 通过将手机刷成Global Run 让小米手机更纯净 首先安装DampTrack App 国行版小米手机在型号命名上 与对应的国外版相似 但略有不同 要将手机刷成Global Run 首先需要找到您的手机对应国外的型号 通过DampTrack查看手机的设备ID 再通过设备ID查询对应的国外手机型号 打开DampTrack 点击系统菜单 产品标签后面的Plato 即为手机设备ID 打开屏幕上显示的网站 搜索Plato 对应的手机型号为小米12T 打开手机设置 关于手机 全部参数 连续点击MIUI版本4-8次 激活开发者模式 返回设置 更多设置 开发者选项 找到设备解锁状态 仔细查看解锁要求 点击绑定账号和设备 成功绑定账号之后 需要账号与手机同步168小时 绑定期间尽量不要重复执行该操作 否则需要重新等待168小时 经过一周的等待 一般是可以正常执行解锁操作的 从小米官网下载解锁工具 解压并行解锁程序 如果提示有新版本 建议直接更新 老版本有时不包含手机驱动 登陆小米账号 将手机关机 然后按住音量减和开机键 手机将以Fastboot模式启动 使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到电脑 如果电脑没反应 请点击右上角的齿轮按钮 选择驱动检测 点击是安装驱动 将数据线拔掉并重新连接 驱动自动安装完成 此时单击最下方的解锁按钮 执行确认解锁操作 如果一切顺利 手机的设备解锁状态应变为 已解锁 打开屏幕上显示的网站 下载Long 胳膊版或者O版都可以 选择Fastboot线刷包 单击最下方的小米官方按钮 开始下载 打开之后 选择安装完成驱动安装 将手机进入到Fastboot模式 确保已与电脑相连接 单击加载设备按钮 将手机加载到下方表格 单击选择按钮可以加载刷机包 再单击选择 之先将下载的刷机包解压缩 这里需要注意 下载的刷机包扩展名称应该为TGZ 如果扩展名不符 请重新下载刷机包 再次单击选择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在选择刷机包目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层级 如果选择的目录是正确的 不会有任何提示 但如果选择的目录是错误的 您将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提示 当所有步骤就绪之后 直接单击右上角的刷机按钮即可 刷机过程中切记不要断开手机 如果一切顺利 手机刷完之后将自动重启